下學期 幹嘛 我們是要上到四月二十五號的月 五月七公下 二十五號到五月六 欸之前你中文課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 中文課 你如果打對了已經比你上 沒有 反正你拿著然後 你要跟誰誰別這樣 你可以給餅園 所以你們二十五號開始到五月六五 是你們的期中假跟期中空洞 跳過這兩個禮賽 那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四月十三號開始 我們要上 開始上 有機化學 那有機化學的話 也就是要 我會幫各位準備一些其他的一些 資料 因為我們現在課本上面說 教的有機化學 稍微簡單一點 好 我們來看 有關於 你真的最 OK 陳玉 嗨 你的問題在哪 我問題很多 好 第21題 平衡 你是說養活 完全的平衡 平衡 OK 好 那我們再找時間討論 好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討論完了 然後 秉原跟 陳玉去討論 這樣對他的兩位很難 你去跟他討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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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受 應該都贏腳王 對啊 21題 21題 沒腳王 弄錯了 OK 我稍微講一下 在高中的雅化還原上面最麻煩的就是這個 對不對 最麻煩的是這個 你只要知道 楊就是氧化 那另外一個一定是環面化 對不對 那氧化是什麼 丟墊子還是吸墊子 吸墊子 氧化喝熱 氧化喝熱 氧化是丟墊子 所以 他既然是丟墊子 他一定是父親 所以說 這一個 詞 跟這一個 詞 在華人的 思維邏輯裡面的一個 矛盾 對不對 我們講 華人講父 一定是講陰 華人講父 絕對不會講羊 對不對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面 建議各位這樣做 OK 然後 你再從氧化的定義 去定義 所謂的 所謂的 負責或正直 要有這個意思嗎 好 可以可以嗎 嗯 可是我覺得 無問題是這個 無問題是那個 半反應啊 嗯 半反應我好像不太會 這樣 半反應 對 這就是一個 比較簡潔的一個反應 如果說要平 的話 請問我們 兩位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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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評論哪一個 先評論 那個 MRO OK 評論怎麼評論 嗯 兩個 左邊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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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加H2O 加哪個 加在反應的右邊 加H2O 加H2O 所以就加4 OK 很好 那這邊要加幾個 8 對不對 那請問 這邊有幾個 陣這邊有幾個 8個陣 那邊有兩個 8個陣 左邊 左邊 7個陣 哦 7個陣 所以說 這邊要加 對 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就是所謂的 半反應 半反應不是這個東西哦 請注意哦 半反應不是這個哦 這個不叫半反應哦 半反應是一直要寫到這個為止 可以嗎 那他表示法是這樣寫一整串 還是 因為客戶 他有另外的表示法是寫 所以是CR4 然後一個箭頭 然後就是CR4 就是他的表示法是 就是我要寫一個四整 還是 要 我不知道 我請問哪裡 哪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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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這邊有 那種 氧光半反應 有沒有人這樣 所以 這是過程 這個是要半反應 OK 好 這是過程哦 我這樣 這樣 這樣要反差 好我懂了 好我懂了 耶 OK 你剛剛說 CL2 變成CL2 對不對 我剛剛看了一下我懂了 是不是 他是平衡他 沒錯 所以說你一直要寫到電子出現 對不對 當你要寫到電子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邊是兩個負 這邊是沒有負 這邊要加兩個 所以說這邊要加兩個電子 對不對 電荷平衡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的半反應 一定要寫到電荷的平衡為止 就說半反應 絕對不是僅僅說 這個東西叫半反應 不是 所以 那請問 鐵的半反應怎麼寫 對 所以說你鐵的半反應的話應該是 加一個電子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半反應原則上是已經完成了 但是因為你要跟下面相加的關係 所以說你全部要成立 對不對 這樣才消得掉 是不是 這是兩個半反應相加 才要用最小公費數去處理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 如果說他只問你半反應的話 原則上正 不必用最小公費數 只要電子出現 左右電荷平衡呢 就叫半反應 了解這意思嗎 了解這意思嗎 嗯 可以 隨意可以嗎 嗯 半反應可以 嗯 那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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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中的問題 有一些中的問題 這些中的問題好像不是一下一下就能 就能 對 再給你三分鐘時間 這個價錢 我本來想出一些有關於氧化環營計算的 那個像 算 算 好 你慢慢想 我們先來講 有關於 融解度7的問題 融解度7它最主要是針對的對象是一個不溶解性的眼淚 但是當我們講到不溶解性 不溶解這三個字的時候 原則上是從聚觀的觀點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開始講的時候講到動態平衡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正反應跟它的力反應已經達到一個平衡 平衡狀況的時候 我們稱為它動態平衡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發展出來所謂的平衡常速的問題 然後由平衡常速然後來看若酸跟若鹼的一個解離問題 所以我們才出來有關於酸的解離常速跟鹼的解離常速 那既然有酸的解離常速跟鹼的解離常速 所以我們再從這樣的一個推論出來 我們有關於一個不太容易溶解的一個東西 它所產生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們稱為溶解肚肌 在溶解肚肌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不容易溶解的鹼類或是說固執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它的固體的部分 我們是不列入的 在它整個定義上面 它的溶解肚肌如果說是這個物質 它溶解出來 按照整個的一個平衡來講 它應該是可以有這兩個東西解離出來 不管它的量大或是量小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 它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KSP的定義 就是這個A正的溶度的A平方 乘以B正溶度的B負溶度的B平方 是所謂的溶解肚肌 這樣講起來好像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要來討論溶解肚肌的問題 因為原則上我們是希望用溶解肚肌的這樣一個素質 來表達一個鹽類它是不是容易溶解 如果說溶解肚肌的值非常小的時候 就表示說它不容易溶解 因為它溶出來的東西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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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時候並不代表它沒有 只是說它很少量非常非常少 那少到一個程度我們可以忽略它 說這個東西是不溶的 這個東西是不溶的 所以當我們來講立體十五之十的時候 它要你去寫出來有關於它 所謂的溶解肚肌常數 那這樣的一個溶解肚肌的常數的表示 就是要給你去計算 因為這個溶解肚肌這個值是已經經過很多人的實驗去證實這個值是一個常數 既然是常數就不會變對不對 否則的話一個會變的東西就不可能是常 是不是 那這個常數就是要給你用的對不對 好在這種狀況下面 當你知道說有一個東西 好比說在氷化銀的一個溶解肚肌裡面 當你知道銀的這個量的時候 那照理說你也知道氷的量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 就可以測出來它的溶解肚肌是多少 在這個時候你也就可以知道溶解肚跟ASP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扯到溶解肚跟ASP的問題呢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當我們知道說這個溶解肚很小的時候 如何去表達它這個東西 很小溶解肚很小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在第題15至11的時候 它告訴你說這個氷化銀的溶解度是 1.3乘10的-5 那這個時候它的溶解肚肌就變成1.3乘上10的-5 然後乘上1.3乘上10的-5 為什麼要這樣寫 是因為它的溶解肚 既然是已經告訴你溶解肚是這麼大的 就表示銀離子的溶度跟綠離子的溶度 都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這間大概就是1.7乘上10的-10 1.7乘上10的-10 那這個值就是我們所謂的溶解肚肌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銀的這個量或綠離子的量 這在所有的儀器上面都可以檢測出來 所以這個溶解肚肌當它寫出來以後 這個值就變成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就是要給我們去使用的 好 在當我們講到溶解肚肌或溶解肚平衡的時候 講到一個再結晶的問題 當我們講到再結晶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就是說如果說它的濃度 它的濃度或平衡濃度 大於KSP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表示說這裡面的東西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說它會形成一個再結晶的狀況 使得它的這兩個值 這兩個值應該要相等 應該要相等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容易它會形成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狀況 就是再結晶 好比說我不知道這裡泡了多久 很久 很久 對 上面這個東西就是再結晶 當它的水 因為揮發的關係 慢慢慢慢慢慢 水一直少的時候 裡面的硫酸酮 就是過飽 過飽 過飽的話它就會再結晶出來 任何的一個可能性炎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也包括了不可能性炎 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為什麼要提到這個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詞句 各位看 四百四百四十二頁的第二行 四百四十二頁的第二行 我們現在輸入一樣對不對 四百四十二頁的第二行 四百四十二頁的第二行 這邊講到一個 找到這四個字面 找到這四個字面 四百四十二頁的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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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張圖就是進去的 哦 我的意思是說 四位對這件事情 和理解成都是不同的 三十二頁的第二行 四千二塊 哈哈 四千二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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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三塊 四千三塊 四千三塊 四千二塊 四千三塊 好 但是真的要你畫 就會有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說有很多講到精彩結構 我只是想瞭解一下 各位讀精彩結構的時候 對他的認識有什麼 有很多的堆積方式 是不是 所以說有很多時候 什麼形 一大堆 這就是 OK 這就是 不解在水裡面以後 當他再結晶的時候 仍然是會按照他的結晶狀態 結晶格的狀態 重新結晶 而不是亂結晶 所以說 你把鹽融在水裡面 你把水蒸乾以後 你去看那個鹽 還是正思念 它回到這邊還是正思念 那 硫酸酸酮 有水跟沒水的一個結構 無水硫酸酮 跟有水硫酸酮的一個結構 它是有一個固定的 對不對 這個是我只是要提醒各位 因為在講到 再結晶的時候 它會循著它原有的 應該有的一個 結晶的晶體結構 來做結晶 請各位看十五至十二 那一個 例題 它告訴你說 綠化千的一個 融解度 然後叫你去計算 它的KSP跟十五至十一是一樣的 但是十五至十三的 它是從KSP 然後來 去做它的一個 莫爾融解度的一個計算 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面 你必須要能夠 先寫出它的解離方程式 跟它的平衡常數式 然後再用它的這樣的一個計算 去把 莫爾的融解度 把它算出來 其實這個 真的叫我無聊 因為那個純粹 就是在做 加減乘除的練習而已 其他沒有太大的用意 因為KSP的一個 運用 在化學上面 我們是不這樣用的 KSP 這個東西 只是讓我們知道 這個東西 好容 不好容 如此類 在我們 在我們化學上實際的運用 如此類 我們並不太 注重去計算 說在一個 KSP裡面 它會融出來多少 因為既然已經到了 KSP的 階段 就表示 就表示這個東西 就已經不好 對不對 不然 不然的話就不會用 用KSP來表示 是不是 好 好 這邊講到一個 平衡移動的問題 因為 因為KSP跟沉澱物的生成 其實又講到一個 平衡移動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講到 動態平衡的話 當它平衡移動的時候 會有幾個因素的產生 不管是哪一個式子 當我們接觸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平衡常數的時候 既然說它已經告訴你說 他們這兩個的 KSP是多少 他已經告訴你 他的KSP是多少 或者是說 你從他的一個工具書裡面 Handbook裡面 去查出來 他有 多大的KSP 也就表示說 他們是不太容易 溶解的眼淚 對不對 那 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種的話 都是已經達到 所謂的 動態平衡的狀態 那既然要達到 動態平衡的狀態的話 請問 今天 以這個 草酸鈣來講 因為課本上面 你覺得是草酸鈣 那 既然是 會造成人類 身體裡面的結石 所以呢 他說 第一個 你少吃鈣 第二個 你少吃草酸 請問草酸從哪裡 你的食物裡面哪裡有幹 你的食物裡面哪裡有幹 什麼蔬菜 菠菜 菠菜 非常好 所以說 你少吃菠菜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少吃菠菜 然後來少吃豆腐 因為豆腐裡面有很多鈣 所以說 菠菜豆腐湯 盡量不要喝 對不對 聽過嗎 沒聽過 沒聽過 因為菠菜 因為菠菜的根 根部 它的草酸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實它的葉跟它的菌 原則上它的草酸量 並不會那麼高 然後 豆腐裡面呢 有很多的鈣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 雖然說 豆腐是植物性的 但是呢 你總要把豆腐把它 淋結起來 對不對 所以說 一定會有幹 所以在那種狀況下面呢 在你的身體裡面 就會形成草酸 這是中國人說的 但是 這兩種說法 請問可行不可行 你認為可行不可行 形成的基於應該也挺不高 所以 它用的第一種方法叫做 稀釋 呵呵呵 我覺得這本 特別寫的很有意思 那稀釋的意思呢 就是說 你多喝水 然後呢 讓你體內的草酸概念 不會那麼高 不會形成沉淀 意思是說 當它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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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的成績 小於 它的KSP的時候 意思是這樣子 西式的意思是這樣子 讓這兩個濃度 的成績 不會 等於或小於 它的KSP 如果說是大於 請問 它的平衡 是不是往這邊走 對不對 按照動態平衡的觀念 是不是 了解這意思嗎 這兩個的成績 如果說大於KSP的話 那是不是說 這個反應 會往這邊走 這是從 化學平衡的觀點 來看 所謂的 KSP的移動 了解這意思嗎 如果說 等於呢 等於也沒什麼好處 對不對 雖然說無害 但是也絕對無異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大於的話 就表示說這邊多 對不對 是不是 當這邊多的時候 平衡是不是往這邊走 是不是 這就是從 平衡 平衡的觀點 來看 所謂 KSP 對於 再結晶 或者是說 溶解的影響 了解這意思嗎 了解這意思嗎 當這邊多的時候 平衡往這邊走 平衡往這邊走 平衡往這邊走的話 你就容易形成沉澱 對不對 當這邊少的時候 平衡來 平衡往這邊走 平衡往這邊走 這個東西呢 就容易形成溶解 對不對 是不是 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來告訴我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 他最終目的是什麼 平衡 平衡 對 他最后的目的就是平衡 如此而已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平衡 所以说你从动态平衡的观点来看他的溶解度 然后再从他的溶解度再回到动态平衡身上去 当我们讨论KSP的时候 如此的重点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因为KSP它的确是因为非常小才有KSP的状态 好比说这一个硫酸酮的容易 我们现在把水加进去 这上面的硫酸酮结晶 势必上会形成溶解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形成溶解呢 因为水多了嘛 水多了 然后他有他固定的溶解度 你不需要去搅拌他 慢慢慢慢就融掉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他融掉了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平衡 对不对 当他的水跑掉以后 他慢慢又结晶出来 他之所以结晶也是为达到平衡为目的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面 所有的一个过程都是为了达到化学的一个平衡 对不对 就如此 好 我们看下面的一个席座十五十五之六B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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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这个之前请各位翻到 四百九十一頁 附入C請問各位背後面 請各位拿出你的籤筆出來 我建議各位這麼計畫 第一個請你把氫離子跟氨把它圈起來 任何東西碰到這兩個都是可容的 所以說這兩個其實可以放在一組裡面 是不是 好 好 魯素離子 只要記 它的四個不容的就好 銀千雅拱雅銅 銀千雅拱雅銅 這四個數 四九一 四九一 沒有嗎 好 好 就這個 好 有沒有 好 第一個是氫跟氨 所有東西碰到這兩個都是可容的 然後 魯素 就是銀 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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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石膏 硫酸鈣是石膏 所以硫理子 你只要多寄一個 简土金屬 可溶 其他都是不可溶的 然後氫離子 你只要去寄 被 絲 因為 碱金屬 碱金屬 根 氫 這些東西 在氫氧化物裡面 是可溶的 然後 所以你只要去寄 被跟絲是可溶的 就好了 其他 氫氧化物 原則上都是不可溶的 然後 磷酸鹽 碳酸鹽 雅硫酸鹽 這邊 就是 碱金屬跟氫氰 所以 這一個表 看起來好像是挺複雜的 但 實際上 並沒有那麼難 去寄 你說寄這個幹什麼 寄這個 寄這個 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它告訴你說有一個碳酸背 碳酸背 它是一個 不太容易溶解的鹽類 在動態的平衡下面 它可以解釋出來 配離子跟碳酸跟離子 它這邊告訴你說 它的KSP是8.1乘10-9 這是它的KSP 然後 在同溫度下碳酸背的溶解度是多少 KSP的定義是這個 KSP的值是這個 因為 背跟 碳酸跟 是1比1的狀況 所以說 它又等於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這兩個值 相等 相等就直接是平方的 然後呢 你這邊開根號 這邊開根號 對 Bn 就 它的 溶解度就可以算出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 那這邊就是 81乘上 10的 不10 那是9的平方乘上 10的 負5的 9乘上 10的負5的 平方 這個時候 單位就出現了 對不對 注意喔 原則上 KSP不會告訴你說 這邊是 m 平方的 KSP 不管這個 但是你要 講溶解度的話 就必須要把 單位把它連上去 解解這個意思嗎 溶解度絕對會有單位 對不對 那 照理說 KSP 它乘起來的話 它是不是應該是 m的 平方 是不是 因為m才m 就m的平方 但是 KSP通常 都不記這個東西 所以說各位 看後面的附錄 附錄的 492頁 這個是給各位查的用的 原則上 沒有人會去 叫我們去背這個東西 所以 這邊的所謂的 KSP 原則上 它不會告訴你是 m的平方的問題 了解這個意思嗎 但是 在 15-6 B這邊 講說 它的溶解度 是多少的時候 這邊就應該要 有一個單位 所出來的 也就是說 在 這樣的一個條件下面 它 它每公升的溶液裡面 它的溶值 有多少 墨 這是它溶解度的定義 懂這意思嗎 好 對於那個附錄有沒有問題 我在講 那個附錄是給各位查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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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給各位 去用的 15-6的C 它這邊告訴你說 一個點化雅同一個 青雅畫面 它告訴你說 這兩種溶液中 全部都添加酸 何者的溶解度 會 會受到影響 這就是所謂的 平衡改變 哪一個會受到影響 青雅參與 為什麼 參與 為什麼 因為它有OH 對 OH會怎麼樣 會 是不是 當它被吃掉以後 它整個平衡 就像產物移動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面 它的溶解度 就會受到影響 那溶解度 會受到影響 是 變多還變少 多還少 對 好的 請說 為什麼 那個 45-6V的那個 它那個 是8.1乘10的步驟 可是後面 表上它是1.0乘10的步驟 我就跟你講 這全是為了計算 喔 因為很簡單 我們所計算的是 根據它所給我們的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它為什麼要用8.1 就為了好 讓你方便好計算嗎 喔 明白 對不對 它不然換掉7749 對不對 嗯 是不是 所以說 原則上 還是按 還是依照後面的負路 所給你的KSP為準 但是你解題目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 對 後面的負路 因為 那個負路是實驗做出來的 不是計算出來的 但是你做題目的話 一定是計算 對不對 所以說 中間一定有差距 對不對 OK 好 當我們把酸加進去的時候 就會產生所謂中和的反應 當這個東西減少的時候 整個的平衡就會往這邊走 對不對 是不是 當往這邊走的時候 這邊的東西 就增加它的溶解度 這邊 就會往這邊跑 所以說 輕氧化物碰到酸 原則上 都會溶解掉 了解這意思嗎 其實這一題要表達的是如此而已 一個輕氧化物 你把強酸加進去 它很容易的 會被溶解掉 那你說 誒 不是說那個 輕氧化物不太溶嗎 不太容易溶解嗎 它是指說 在正常的狀態下 你所以 加強溫進去 OK 好 明天見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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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興趣 有興趣 你跟人家一樣 最重要是這一比 我要不要那一比 你要不要那一比 你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不要 欸 好 聽你這個會講 那一比就變我的對不對 我還在一比 我還在一比 你還沒有 做得好 有興趣